投资长台积电法说会后 真的如你所说的大涨收黑K耶 但是你的标题说只有一种方向 到底是哪一种方向啊 昨天我节目就想台积电今天会到1100元 你先相信 一般人一定不相信但我相信 而且我昨天还告诉大家 到1100元以后会K高走低收黑K 你先相信 相信 真的啊一般人不相信 可是你见证袭击 我现在要告诉你经过统计 法说会过后或者说台积电 当天大涨过后 在某一段时间它这个方向是涨吗 是大涨吗还是大跌吗 是什么样的时间内 台积电台股会出现什么方向 这些独家统计数据还有为什么 中小型个股在垂垒呢 还有鸿海管达为什么今天管达比较强 红海在哭泣呢 老AI股为什么方向现在看起来不一致呢 还是我要告诉你 方向是一致到桌子都会喷出去呢 所有标股介绍通通在今天荣耀华间一定要看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 请务必认明 播中分析师的官方账号 Facebook脸书只要看到赞助标示贴文 请立刻提高警觉 因为这百分之百是脸书诈骗 加入LINE后先确认是否有银色盾牌标章 还要点选大头贴 只有粉丝人数超过18万 才是真正的郭子龙分析师LINE的官方账号 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10月18号台股上涨433点 收在23487点 台积电法说会超级好 台积电ADR上演惊奇的行情 狂飙快要10% 挥达创下新高 再加上经济数据凸显美国经济整体的实力 美股指数全数收高 台股今天是跳空大涨超过600点 最高点攻到了23713点 台积电攻上了1100元 鸿海广达联发科再创波段新高 指数在五盘过后是涨幅收链 但是贵买指数是开高走低跌破十日线 后续盘式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顾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 YouTub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常常爆满 全台湾畅销书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师 在这一波崩叠4700点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的最低点大力进场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泽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GoG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请问几年胜啊 8年胜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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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年胜 你看我昨天还差个四五十点 就是低挂多单 不然我可以多赚才300点 可是我更厉害是多也赚 空也赚 我今天做空把它打下去了 是的 我知道你今天如果 刚看我节目 蛤 怎么可能 老师每天都赚钱 怎么可能 真的假的 是不是骗人 幸好 我80万个粉丝 全台湾粉丝最多的粉丝就是我 欢迎去打听 80万粉丝监督我 不是造假的啦 昨天有没有直接讲 1100 涨了7% 上了1100 反而涨不上去 是 完全命中 请你告诉我 今天台积电追高多少钱 1100 有这么厉害的分析师 真的很敢预告耶 我说你给我涨太多 我要做空台子期耶 对 做空台子期 你看 下去了 可是我管打反而涨了 赚30% 我最近绩效好好喔 很好啊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上概 许多会员啦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会费 就是累积金额100万以上 对不对 100万就对 你有可能80万的会费啊 就金额很多人这样子 例如我两三个人 是续约升级 因为最近绩效指责实在太好了 这会员们都知道的事情 不好意思 一切一切预告前面 哪有分析师告诉你 1100元台积电 然后会收黑K 是啊 哪有分析师告诉你这些啊 只有我 等下我提出证据才可以看 好 你一定起 鸡皮疙瘩 好 鸡皮疙瘩掉满地 黑股真的如你所说的啦 一开始是大涨特涨 但是呢 也如你所说的 开高走低 真的很恐怖很厉害 今天开盘呢 是跳空大涨超过500点 最大的工程就是台积电了 但是呢 也是如投资长所说的 台积电会供到1100元 果然开盘就供到1100元 之后呢你也说了1100元 要注意一下 这是警戒线 有没有呢卖压的出现 果然今天高点就是停留在1100元 你都预测对了方向呢 难怪呢 旗指喔是连续都是赚钱 已经九连胜了 今天呢又再赚100点 累积是大赚1110点 比台积电还高耶 另外呢广达是再创波段新高 我们已经获利呢31%了 鸿海也是再工上波段新高 我们最高获利是28% 台积电今天是上涨快要4% 但还是想要问一下投资长 因为今天呢也是如你所料的 真的是拉基盘只拉台积电 而中小型股呢也跌了 接下来行情要怎么看呢 一切的一切预告前面 你今天不相信 开高走低你也假 我们慢慢来 slow down slow down 来看一下 所以你才知道我做奇卧有意义 我的奇卧是建立在大盘的架构 强不强 没关系我们慢慢来看 看一下昨天到今天的一个文章 还有一个预告 来我昨天是不是有告诉你说 台积电法说有够猛 你看我昨天2点的时候做出这张字卡 快吧 很快 厉害吧 这就是我们坚强的营业团队 没错吧 没错 昨天台积电法说2点开始 然后泽泽2点多的节目 已经做好自卡 是 因为我们特派员相关 还有研究员相关 都已经告诉我最重要是数据什么 然后请泽泽来定夺 我告诉你最重要是这些 营收毛利率 还有什么全联营收 全部擅升它的相关的裁册目标 嗯 全部擅升裁册目标 我说这个很好 所以我昨天直接下标题来看清楚 我下标题怎么做 好不好 你来帮我念一下 好 台积法说有够好 明天台股将大涨 台积线上1100元再说 台积线上1100元再说 这昨天的字幕嘛 昨天的那个字幕版 是的 昨天字幕版大概5万多人士 然后加上我的直播版的话 大概十几万人士 15到18万差不多 来我跟大家讲 有没有看到 所以我已经昨天告诉你 台积线上1100元再说嘛 好对不对 对啊 来看一下喔 请你告诉我 台积电最高多少钱 1100元 台积电最高1100元啊 嗯 请你告诉我 这够不够明显 够不够明显 没错吧 没错啊 姐姐都为了他们喔 要做一些解释 嗯 姐姐你不是说台积电法说会大跌 来看一下看一下 这个标题 噩梦重演台积电法说前 再串波段高 法说会后再崩3700点 我是青大号问号 问号 我是青大号问号 问号 我有说一定吗 没有 我内文 姐姐你不是看空吗 他完全没看我节目 是啊 我里面又告诉你 我是怎么样 我说就算拉回 也是一个好买点 对 我们讲 有 我说因为是第几季 第四季 我们讲 有啊 拜托那些批评的人 以后有人现在乱留言 你直接把他叮回去好不好 一些60秒的是很过分你知道吗 好 又爱看我的节目又只看我60秒 我有那么短吗 没有 60秒是拍给你 你不能口口试吃你要试吃到饱 不行 你懂不懂 来看一下这是问号 是啊 对不对 这是问号 我直接告诉你1100元 不是今天告诉你耶 是昨天算出来1100元 然后1100又告诉你是黑K 是 你没关系没关系 告诉你长不上去 你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直接看重播 诶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说 诶 哲晨你讲话有点重复 你知道什么要重复吗 因为昨天对了今天要再讲 要再讲 一直一样 而且我不是多也讲空也讲 我会告诉你有个问号 跟金套不一样 是 不知道你觉得我空也讲 我多也讲怎么样都对 露掉了 根本没认真看我节目 我讲话是有 艺术性的 对 你懂不懂 有时候爽动是希望你来看我节目 你懂吗 知道 我不得不承认 我在渲染性的确比一般分析是好 不好意思 这不好意思 可是 这个有时候我也做节目 可是我都会告诉你 我真正方向 你只要认真听完这40几分钟的节目 40-50分钟的节目 你一定收获满满胜过你看过所有财经节目 嗯 我才不要跟人家语言不详 你懂不懂 记得我这件事好不好 依依我今天色彩还ok吗 ok 因为我追求完美 你看 这个头发我刚才觉得都是一样 追求完美 今天头发比较差一点 不是重点 我这个 昨天上十礼拜有人问我说 头发怎么长那么快怎么那么黑 built in 好不好 这种维生素的 这个吃了以后 我三个礼拜头发而已长那么快 哇 抓紧 好啦扯远了 扯远了聊天而已 嗯 我刚才讲那边 我刚才听到问号 我昨天有没有讲1100元 有 1100元涨不上去 我还顺便讲中小型个股怎么样 会跌啊 会跌啊 嗯 造型个股怎么样 会跌 中小型个股间上市涨对不对 上贵呢 跌的 跌啊 上贵跌的没错吧 黑色了对 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而且我还跟你说是摩台子跟副台子 我随顺人家临时问我 对临时问的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开放留言吗 很多摩托骨以外很多分析师他不敢开放留言 但每个人习性不同 可是大部分人家不敢开放留言是 有些人是跟独立配合的 有些人啊 他怕你质疑他 你听懂吗 懂 有些人是他怕你批评他 更有些人是他怕你问问题 他答不出来啊 分析师答不出来啊 你用不到人家直接问我问题 我就直接答 昨天是不是人家直接问我 还直播 而且他昨天不是问我问题 他昨天说欸 什么那个 副台子啊摩台子啊 什么0.2% 我不是全重不同吗 对不对 有有有 有嘛 我是全重不同嘛 对不对 你看 你看 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重播就知道 你看 这边 你看我讲副台子跟母台子的差别 一个权重 是台积电权重一个50% 一个台积电权重 一个台积电权重是50% 一个台积电权重只有20% 我从他们两个的涨幅价差 盘后我就知道今天是垃圾盘 執展台积电 然后还告诉你台积电1100就是压力 对 好恐怖喔 很恐怖啊 诶 还在法说你知道吗 知道 还在法说当中 已经给你表格了 告诉你明天的走势 你不写几七皮疙瘩吗 是啊 这叫做盘感 我的盘感是累积在我二三十年 我在股市做兴趣的 我知道 你那单工作真的受不了 你知道 我两三点还在做事情 你知道吗 我每天两三点还做事情 我再给你看那些 我在Skype里面的事情 你知道吗 你看就知道我多认真 先看预告 我们不要转移焦点 好 包含我头发不要转移焦点 来看一下 看一下我怎么说 就是那个 上柜指数不行 然后台积电1100 来看321% 嗯 然后 摩太子干子涨2.5% 副台子涨0.62% 差别就是一个权重51%台积电 跟一个权重20%台积电 所以明天只涨台积电 应该说台积电的涨幅 会远大于其他个股涨幅 甚至于 因为你如果 你在20%还涨0.62% 甚至于有可能 它的解读是 中小型个股可能没什么涨 哦 根本就没什么涨 好不好 OK吗 好 就跟大家讲 不过平常性 这样才好 涨太快不好 记得这句话好不好 嗯 木槛 你不认ansen 既然他都很害怕 只剩下余的表情好笑 有人在看前面 就直接问我 既然他都很可怕 不是很怕 小打措施 一个摩台子 一個副台子 一个权重台积电 20%跟50%的差别 我就告诉你 怎么样 中淡型个股不行 中淡型个股 долaging 然后这边 昨天也有讲1100 昨天分面就讲了 对 看一下 來看一下 沒錯吧 1100喔 對 然後1100喔五文章有寫 這經濟日報沒有造假來看一下 經濟日報 等一下 來看一下 看一下很恐怖 經濟日報 來 昨天10點文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經濟日報有幫我改的標題 不過都是一安一時 1100年之後反而大事不妙 看內文 內文他沒有幫我改 昨天應該有看到經濟日報的投稿吧 有沒有看到 有 有看到舉手 舉手 會舉手 我經濟日報 經濟日報是 邀請我 邀請我寫文章 所以他現在給我大的封面 App 因為我說沒辦法我太忙了 所以我現在很多其實財經台 找我我都不好意思我很忙 因為我關顧我的80萬粉絲我就來不及了 是不是而且有時候我很尷尬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完節目 有時候我去那個舞台 我命就最紅了結果我給我排第3個第4個 我想說算了 壓軸 我想說壓軸那是你這樣覺得 白天不懂夜的黑 反正我沒差 反正我有觀眾有多少人自己知道 因為全台灣只有我辦一個演講三四千人 是的 所以我就沒時間了 後來都沒時間了 好不好 不是折折大牌 而是折折真的大牌 不是我 很大牌 而是我真的是最大牌 好不好 來 來10點34 經濟日報邀請我寫稿 拜託我還親自來這邊 親自來公司也拜託我 寫文章 所以我這個人是這樣 我之前算臭屁 可是我是李善王來的人 對 就這樣 比如說人家批評我 其實我基本上不會太 我也不太會回擊 除非太誇張 對 你幫我練一下好不好 10月18號 台積電明天沒錯 所以昨天的文章嘛對不對 昨天的 來幫我練一下 好 台積電明天10月18號 從這邊開始 這邊更好 不過 不過雖然這次法說會接近滿分 還是有一個風險要注意 台積電明天10月18號 基本上會跳空開高 大漲7% 有 這是第一個 好 大漲7%上1100元的機率極高 但是如果還要再繼續 往上攻擊 甚至是接近漲停板 那不一定是好事 因為短期會有獲利賣壓 有可能出現黑K 黑K 黑K 來看一下 前台積電是不是黑K 是的 前台積電是不是黑K 是啊 是不是黑K 黑K 最高是1100 黑K 黑K 台積電是不是殺下去了 是 台積電是不是殺下去了 對的 是不是殺這一段 是不是嘛 是呀 是不是殺這一段 那現在是盤後拉起來了 因為就是我要跟你講的 台積電法縮會過後 如果台積電法縮會過後 當天是大漲 大漲5%以後 最後一個結局 是漲還跌 等一下跟你講 你看今天是殺下去 是 是不是厲害 很厲害 而且我跟你講喔 所有特別 所有的會員都知道我今天大概空了三次 空不到 兩次三次 幸好空到了 又賺100點 八連勝 你剛才講那個 九連勝 九連勝 我賺太多了不好意思 好不好 我賺太多了 我跟你講一件事 老師沒有喔 有時候你在PTT 或是Dcard 或者是同學會 有人造謠 你要幫我回籍一下 因為說老實話我真的不希望造謠 我也不希望我姊姊喔 怎麼樣 去告你 姊姊不是沒有錢 你知道姊姊還有錢 姊姊要找幾位律師都可以 可是拜託我沒有 我不想要 殺雞用牛刀 我不想要恐嚇大家 可是你有時候不要造謠 有人說 我昨天看一個文章 還有人轉給我 PTT有人講 姊姊真的 空也賺 多也賺 空也賺 真的假的 是不是騙人 真的是啊 我問你啦 你認我的投資增壓 我的單分醫師快20年 我什麼時候偏過大家一句話 我一句話都不屑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跟你講 如果不是 我就像傳教士班 我已經 全力的 投入我這個分析師行業 你去想一件事 我希望賺最多錢 可是我沒時間花有什麼意義 我的意義是存在於 幫你賺錢 我再問大家一件事 我現在就給你開辦留言沒關係 我就這樣跟大家拜託你 我們隨時考嘛 說不定現在有人就想吐槽我 我直接給你 我直接看你們 我到底有什麼時候騙你們 你 股票讓你賠錢跟人騙你是哪個事情 我可能有時候會讓你賠錢 我要得承認 我不像那些人 可是我賺就賺賠就賠 你不要跟我說那些東西 拜託 有些網友都亂扯好不好 你看PD就造謠對不對 你看 就造謠 就看一看 把告一告 想不想長得怎麼樣 真的啊 一個律師現在有些 5萬塊錢可以找到律師 你知道嗎 對啊 真的不要造謠 我只問你一件事 好不好 美肌就一種詐騙 我沒有美肌 不好意思我還真的不喜歡拍 我還不喜歡拍照片 就是我不太喜歡美肌 美肌這個比例不一樣 有些投顧 比較投顧你知道 有些人會有美肌的 那個比例不一樣 我沒有 手揮一揮也沒變形 欸 小孩你過來 都沒變啊 我是不是說我最討厭就是美肌 我最討厭調那個對不對 我最討厭調那個比例差很多對不對 你不想做這個 對不對 我真的連美肌我不喜歡 好先跟大家講 所以我討厭就是有時候 在路上你就認出來 好不好 10年前拿出來講來看一下 什麼10年前 都可以啊10幾年前可以啊 我什麼時候騙你 不會騙你 好不好 不會騙你喔 昨天PV3爆我幫你留言澄清 有沒有看到 有人留言澄清嘛對不對 很棒 這跟大家講啊 好不好 OK 所以你看有人講嗎 你調好幫我留言謝謝大家 這個不要亂講 我跟你講你可以講我什麼時候有可能讓人家賠錢 這個有可能 我一定 100檔股票沒有1檔股票賠錢嗎 那你去參加詐騙騎團比較快 因為只有詐騙騎騎騎跟你講他不會賠錢 好不好OK嗎 這跟大家講 你看大家記得121多頭歸對 你看這些都看我節目看可能10年了20年了 所以你看這個講121的都是這樣子好不好 OK嗎 你看 什麼1加Q3陳清文假的怎麼看 什麼意思 他是說重大訊息是不是 你寫清楚 是要你幫我看一下 我大概知道他問題 好不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可是法座位還是不錯啊 我們先花個時間先跟大家講 一個陳清文跌爛 不到跌爛 等一下不急不急 好不好 你們這些應該不是會員好不好 那至少目前為止 你看我已經開放時間了 我也沒辦法 馬上封鎖 要封鎖留言 有時候都是 至少要來個10秒鐘吧 有沒有我問你我頭顧生涯裡面我騙人家一句話 他留言 留言啊 你看 我雖然不是你會員但我昨天單通充不掉 結果大賺135,000 好啦 有沒有我開放留言 我這邊來啊 來啊 這個不用刪啦 這個有點亂 這個太多了 不要重複 你看我這個刪了 你看 我刪你都看得到喔 所以我現在就 我是跳最新的喔 有沒有看到 是新的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好來 來 珠寶店還有舅嗎 珠寶店我會員如果沒記錯是賺的啦好不好 你看沒有啊 沒有騙人啊大家 我們今天直播的數多少 6,000多人吧 我一次都不騙你 我不屑騙你 為什麼要騙你 我早就才不自由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情 我根本不屑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要騙你什麼 你覺得錢對我來說有這麼重要嗎 有重要可是對我來說是 分數 他是分數 就跟我捐款一樣 如果錢對我來說是 我一定要錢越多越好 我不要捐啦 我這幾年不要捐幾百萬 不需要啦 你剛剛檯面上看到我捐的錢就已經四五百萬了不是嗎 新聞有報導不就四五百萬了嗎 舊護車就要三百萬的差不多啦 我之前什麼家福基金會慈濟啊 什麼貓狗協會 那也兩百萬啊那個新聞有報導啊 那都有報導 需要 好不好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我剛已經開放留言了喔 沒有人 沒有人跟我 一句話說 說假的 說我有在投資上沒有騙過大家 明明賠錢然後說賺錢 我不屑這種事 所以我跟你講我騎貨的簡訊就是實實在在的 你看六千 關直播人數六千人 點閱率其實二三十萬很正常 你聽懂嗎 少說以來要四幾萬 是不是 你覺得四幾萬裡面不會有會員的 都會有啊 一定會有 這個能造假嗎 幫我練一下今天訊息 期貨 好 10月18號禮拜五 今天的簡訊 恭喜我們在 23,690點 獲利回補空單 大賺100點出場 我們操作旗子已經 連久勝了 累計大賺 1110點 一口就是賺 22.2萬 10口就是賺 222萬 謝謝這位空姐的 報導 因為我們今天 回補空單 你今天穿得不錯 有空姐的感覺 你知道嗎 所以 都講得實在 好不好 如果你有亂批評他直接講話 你可以 笑我以前 他們很奇怪就喜歡笑 譬如說 譬如說資源 以前講資源 資源怎麼樣 我說不要來亂 資源我是先賺錢 後面才賠錢 好不好 而且賺 賺到100%以上 好不好 在累計場賺100%一倍 可是這個 至少你講資源 OK 我也可以接受 後面沒賺錢 我也可以接受 雖然不高興 絕對你來亂100支 你偏偏要講這一支股票 可是你不能講 哲哲騙 我不需要騙 我不需要 我也不屑 騙 你要記得這句話 好不好 哲哲是非常自負的一個人 我不需要騙這個東西 我騙什麼 我跟你講就是以前有人講說 哲哲你嘴巴講得很好聽 我才參加選股比賽 我才打破選股紀錄 你了解嗎 有人打破選股紀錄就說 一直打破 95%算很厲害 一劑 一劑188% 選10檔股票 10檔股票同時展停板 請你告訴我 幾% 10% 只有10%而已 賺錢只有10% 所以188%是非人災的 報酬 好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我才記念知道是黑K 我太多紀錄了你知道嗎 你們都忘記了 你們都忘記了 嚇人一堆 批評我美債 他已經忘記了我在這邊叫你做空 叫你空手 空手 然後在這邊 怎麼樣 把美債賺1,500元走掉 然後同時買台灣50元賺這一段 你只會笑說 飯最久我賺最多 你怎麼知道最後不是我在賺 我在一人來一晚 我短期在一來一晚也25% 我美債是15% 但下去美債是賺15% 越跌美債也是越漲 美債是避險產品 我這邊上去 台灣一個禮拜 就怎麼樣 就賺10%了 對 台積電 台灣只賺10% 一個禮拜時間在一來一晚2500萬25% 是的 你們哪者責的標準去批評別人老師 全台灣沒有一位分析師可以活 OK嗎 不要再講那些為了那1%無聊的酸民 可是還是要解釋一下 好不好 因為有些人很容易受人家的影響 來 一家前三季對不對 有個問題新聞 是要給我那個 有兩次 然後一個月後績效自負的 你當然問一下恩典 因為我們福利社說 一個月後都是漲的 好不好 是要你馬上 你這樣子 突然丟梗給我 我現在沒辦法馬上去 澄清跟理解 你趕快告訴我答案是什麼 是要我在跟是要對話 因為我們福利社告訴你就是說 還有我要告訴你就是說 台積電大漲過後對不對 對不對 大部分一個月後是漲的 他們是說都漲 然後結果又說不是漲 10日後嗎 是喔 10日後 是10日內還是10日後 私曉幫我寫一下 10日累積漲伏 是10日後 是10日後 10日到20日還是什麼意思 還是1到10日 私曉幫我寫一下 好那一家的新聞 也請私曉你趕快給我圖片 從這新聞告訴你 他有講過 10日內漲伏 好我知道了 來你看我跟他對話 他有寫預料金明兩年 剛才有人講義家嗎 金明兩年的 營收都呈現雙位數成長 應該是澄清這件事情 金明兩年的營收都會雙位數成長 你知道嗎 所以他說 純熟 營收成長的老人看 因為我有跳字我根本沒認真看 跳字就是 我會這樣跳 這樣跳 跳這邊再跳這邊再跳這邊 我看個字站著跳 這樣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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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 讀完正大也是很恐怖 可是對股票的眼 我就有天分了 有時候很痛苦 我現在大概 我大概想到怎麼跟你形容 我跳字這樣子跳 好 好啦這不是重點啊 這就是閱讀障礙 來 那你說純熟啊你怎麼不這樣認真看 沒有嘛我這樣認真看我就會分心了 呵呵 然後我就會試個100次 喔 所以你看我考試每一題都這樣跳喔 喔 很痛苦喔 OK 可是股票對我來說就是跳來跳去的 對 你昨天想到台積電跳這麼誇張嗎 是不是 所以我天分完全在股票市場 來 來 好不好 對吧 是要幫你爆雷了 來我現在直接給你結論了 看你能不能懂 我先講義家 義家展是清明兩年 至少今年應該是 有機會成長 只是他把 明年都想說雙位數成長有點誇張 這樣懂嗎 好不好 這是義家 所以義家因為這樣子 今天怎麼樣 2402義家 今天跌下去了 這是澄清 義家與其說這個澄清跌 不如說是澄清文加上什麼 加上台積電今天 大展造成上跪指數的下跌 台積電大展吸金 代表 而錢都跑到台積電造成什麼垃圾盤 而這垃圾盤我早就預告了 拼餐心啊 你們這些 義家竟然還會賠錢還會不開心的 投資料 那應該都是怎樣 不是我會員朋友們 好不好 好 不然不應該緊張 OK嗎 這是一家的澄清文 我告訴你的解析 第二個解析我直接告訴你方向 我已經都知道 台積電1100了 然後知道黑K 不許很誇張 我是先有假設前提 我昨天每個人都可以聽到 我昨天說 再長太多我就要空 對不對 有 我假設前提完以後 我才空 欸 我不是憑感覺 你真的 憑feel我 我今天下雨天我心情不好 我要做空啦 我看到空姐我要做空啦 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嗎 我去買一瓶雅樂多 我要做多啦 你滿好笑的 好好笑喔 不是這樣子啦 今天心情好好 我看到辣妹 還有 裙子飛起來 我今天做多我好運來了 你不是這樣做的 告訴你台積電 這個1100元在這邊 你要慢慢展 然後台積電有什麼利空 台積電有什麼利多 他昨天沒有講資本支出啊 他沒有講明年資本支出啊 這個只有我告訴大家的好不好 好 來那我現在跟你講結論 剛才跟 思雅站起來講講對話 你可能聽不清楚 你看我同時可以分心做 很多事 來 我告訴你結論就是說 我們通常一個月後台積電怎麼樣 怎麼樣 欸10日內啦 10日內市長 10日的漲幅台積到最後都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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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今天你不要管今天 就算靠到今天有黑K 10日內 台積還會再漲上去 10日後就不知道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們先來看 最像這個是這個 有沒有黑K 2024年2月15號 漲7.8%有沒有看到 黑K 下去了 再漲14%有沒有看到 有 台積電再漲14% 台積電現在不要再漲14% 台積電現在漲個14% 台股就漲1000點了 所以黑K完以後 你反而早買一點 知道嗎 懂了 你覺得台積電太貴 像我還是覺得台積電太貴 我還是不打算在1000元以上追台積電 因為他 下去完以後再追新高 再上創新高 我要告訴你我還是認為24000 24000 24000點以上 甚至突破24000 416點 以上 台股你要小心 如果不是第一季你要小心 我還是有可能空手 那會不會空手 當然是我會員權益 我每天跟你講那麼清楚幹嘛 今天要不是剛才那麼多人問一家那麼多的事 其實我說老實話 一家你跟著我你會 賠大錢嗎 不會 還是賺錢 你自己知道答案嘛 該花的 要花 投資費用好不好 好不好 不過不錯啦 大部分人不像那些酸民啦 只看節目看一半 你不是說做空看空 你比較拜託一下 我從頭到尾 你看我是有一天本來想說兩萬三有壓力 然後我變成兩萬三千四 有沒有準 有 然後我還特地跟你講 我說這個是 結算後囉 結算後就沒有了 而且我突然馬上告訴你怎麼樣 要跳功大漲 1100 有 因為你沒有每天看我節目 你會覺得 我怎麼變來變去 廢話 行情每天都不同 對啊 可是 你真的有天天看我 節目你覺得好恐怖 我明天要長什麼樣子我都知道 像我就知道明天要長什麼樣子 明天絕對台積電不會動 台股也不會動 嗯 這個我也學到了 自己學到了是不是 真的喔 你蠻厲害的 明師出高途 明天禮拜六 對 OK 這個剛才就開玩笑了 這開玩笑 可是有時候真的知道什麼行情怎麼做 好不好 我們要開心一點 有 這真的很多預告啦 來 再看一下 看一下之前期貨再看一下 等一下喔 再講一下 趕快講期貨 這知道期貨一直講 啊期貨就很順啊 你怎麼辦 你自己看啦 從上上禮拜 不知道什麼時候啦 這是管達 這時候 上上禮拜五 10月4號 先賺200點對不對 對 空這邊補這邊啦 空這邊補這邊啦 然後勒 隔天呢又空這邊補這邊啦 你自己看790真的空 有沒有看到 有 又再賺200點 200加200 400點 兩年勝 下去啦 做多這邊啦 有 回補這邊啦 150點有沒有看到 有 怎麼樣 550點啦 三年勝了啦 然後也拉起來了 空這邊補這邊啦 夸不夸張 很夸張 我看你不認識我 你一定覺得胡扯 我剛才有開放時間 那你們看喔 怎麼吐槽我 我沒有說好話 吐槽我啊 是不是 我217遍你 我直接下載一起公 給你1億我沒差 我不想幹 真的 我沒有意義啊 做成這樣人是很悲哀啦 我跟你講我已經說我最不屑 就是跟主力配合的關係 我只剪一萬遍也是 所以有些人不敢來摸我 自私在話 他們知道我都知道 懂 好啦 我也不想拆算他們 反正能在做天台看 我就這樣講 我也不想管 有時候也不想 完全不給人家免職也沒必要 不要亂攻擊則就好了 來 空單 獲利110點 怎麼樣 660點 660點 一口怎樣 就賺13.2萬 10口呢 130萬 132萬 已經幾年剩了 4年剩 你看又展 又空 又回補 你不厲害 很厲害 2萬3一直這樣空 有沒有看到 然後結果呢 我交易 750點 有沒有看到 有 又再空2萬3 有沒有看到 有 然後呢 你知道6年剩760點的 可是要告訴你2萬3可能會怎麼樣 要怎麼樣 是要到2萬3千4才有壓力 有沒有 不需要播預告吧 所以這2萬3千4百點的壓力 有沒有看到 2萬3千386 只差2萬3千4十四點 我這2萬3千3百20點空 怎麼樣 賺80點 是的 幾年剩7年剩對不對 沒錯 賺80點有沒有看到 然後呢 然後呢 那個禮拜幾 太多了 前天 前天 是不是殺下去了 對啊 又拉170點 你們看一下 有 艾斯摩爾 很多分析師告訴你 因為艾斯摩爾恐惡你 或嚇你 會覺得沒大丈夫 我直接告訴你我的看法 艾斯摩爾現在不重要 是2.5滴3滴 的堆疊 的風測 才是重點 COAS製程才重點 有沒有看到 所以賺170點 有沒有 昨天可惜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做 要做多了沒有拉到 昨天兩次要做多 一個是盤中 一個是盤前 盤中只差5點而已 不然可以再賺200點左右 然後昨天還有這個時間 我是掛 掛盤掛200點 起貨會員都知道 後來掛盤150點 結果因為這個動作少賺200點 沒有關係 今天 讓我賺回來 怎麼樣 今天 有沒有看到 剛剛空到沒成交 我再控一次 有沒有看到 一直控喔 今天 我很 就是要空到 790空 有沒有看到 有 690回補 100點9連勝 大賺1,100點 10口 賺222萬 有沒有開心 很開心啊 這邊就齊過時間了 因為這件太假的 沒辦法 賺錢還不能臭屁 可以啊 還要被人家懷疑是假的 搞醜啊 我不屑 我已經跟你講 我粉絲那麼多 沒辦法造假啦 沒辦法造假 對 也不屑 我也不屑 來我們看一下 台幣殺下去的 美在蹦蹦 36614星 每個人看法不同啦 來 36614星嗎 還好啦 我之前講不知道什麼地方 對啦 我之前講說 基礎現行弱勢 可是這我 我是對股票 不對分析師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有老師做多 這個都不一定是錯的 不一定是誰對誰錯 來 市場有710千 卡在幸運航空 我買幸運航空幹什麼 我真的不懂 好不好 另外一個只是說 AI is real 哪一個 就是那個位置家嗎 位置家 你家比我有錢 但是 AI is real 是real 可是是real 我跟妳講一件事啊 這個話都聽聽就好了 妳知道以前喔 那個 市政 那個 市政隆嘛對不對 還有那個郭台銘 他們都要 他們 就AIS的創辦人 台積電 還有那個鴻海創辦人 都要買面板 都要投入面板 妳知道什麼投入面板嗎 妳以前 妳有沒有看過那個 以前妳家的銀幕是比較厚的 有屁股 比較大 對有圓弧的那種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印象管的那種你知道嗎 是很肥 然後才20寸30寸 問題 那妳看到 那個液晶電視出現的時候都變平板的 然後很薄 妳覺得會不會需求很大 會 妳覺得應該很多很多人買 會不會 會不會 會啊 很多人買對不對 對啊 那應該做這個行業應該會賺大錢吧 是啊 是不是 那為什麼友達群賺沒什麼賺錢還會虧錢 飽和了 對 飽和了 懂嗎 飽和才是重點 供給 跟需求 需求很大 我現在買電視絕對是絕對不會買印象管 不會買那麼肥的 一定買薄的 對 可是什麼 供給太多 所以AI is real 沒有錯 另外一個哲哲未哲家 台積電視有講的對 可是會不會賺錢 是看我們粉絲股價位長 看我 我要妳要記得這句話 現在大家都在跟你講 是真的 你要有清醒的一天 他有一天會泡沫的話 就是AI他會一直往前走 沒有錯 可是公司不一定可以賺到錢 這兩回事 現在會賺到錢 我希望妳聽得懂我邏輯 所以妳真的需要一個警覺性高的分析師 一聽就懂了嗎 為什麼郭台銘要投資 然後10寸廠 倒出來是賠錢 還是賠錢 妳聽得懂嗎 但懂我意思吧 我問妳啊有誰不需要現在不需要那個 疫情電視的 都要啊 誰會買印象管那麼肥的電視 不會了 是不是妳懂我意思嗎 需求是真的 是啊 好不好 來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來來來 來看大家 泽泽接種今後邏輯 謝謝大家 好不好 你看 你看這個也有吐槽我 我時間聽泽泽預測大盤會反彈 不過從萬點 殺到7203點 有沒有看到 他在爽我 我跟你講 然後勒 然後勒 這第一個他不是會員他來怪我 然後他在爽我 他講一句話說 哇 他斷頭了然後爽我 他是來爽我 可是我只問妳啊 你看現在開始有人一堆爽我了 大概100個人一直在爽我 我有沒有騙妳 沒有 沒有 沒有啊 我曾經 我有給妳賺過 然後我說 我說賠錢那變賺錢嗎 沒有 都沒有 參加我會員我要告訴你 一定有賠錢的時候 一年下來一定有一檔股票 某一檔股票 我超過30檔一定有一個股票 賠錢的時候 可是我絕對不會騙妳 你看喔 剛剛已經有人要吐槽我 有 然後勒 可是至少 你看已經開始有人尖酸科博了 可是我跟你講 你看那為什麼他現在看我節目 你看他是高級專家 預測我 預測我會反彈 結果從萬點殺到7203 是不是 720斷頭賠了是42萬 因為這個10年前的事情我已經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已經不知道到底是 我是只跟你講談這一段不談這一段 可是他還刷我我讓他賠錢 可是我秀給你看 我秀給你看 當分析師 你看 多變態他們要求我多變態 可是你看他現在在看我節目 你也可以不用看 對不對 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他不是會有我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情況之下你知道嗎 好 但是10年前是 有沒有而且我現在比以前 而且他已經講第二次了 我也覺得很好笑 可是你看 那其中有沒有人說我騙你 沒有啊 是不是 你看有人開始講他有某個股票賠錢 某個期貨賠錢 可是我就是沒有騙 所以這一次賺錢就是 實在在 我這次鴻海快賺30% 就實在在 畫面給我 我這一次要賺什麼 管達賺40%實在在在 實在的 有些人說 1000元950你就要賣台積電了 我少賺了100元了 他還怪我 拜託你退出股市好不好 你都要買最高 買最低賣最高 我只有偶爾有而已啊 這一次不就是 19962點最低點嗎 我買進了 然後你要每次賣最高 拜託你去參加神棍集團好不好 神棍集團 不是神棍集團神棍 神棍跟神棍沒有關係 不是要吐槽人家 對啊他酸你對不對 可是他看你10年 對啊 對啊你不覺得很好笑吧 好不好 就有一些不酸還不能過的樣子 對不對 好不好 對啊 觀眾有些邏輯不太好啊 騙人跟綠策措施 你可以說我有時候可能不一定對 可是你不能說我騙你 好不好OK嗎 可是我最近真的有夠準 準的要命 準的有夠準 超級準 無極準 不好意思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除非你認為台積電我一定要賣 每天都賣最高點 那個 不好意思沒有人 沒有人能成功 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開心的 好 最開心什麼是 我有沒有賣萬潤 有賣掉了 萬潤怎麼樣 賣了就跌 我有沒有說萬潤怎麼樣 沒有量的時候還給我斬 有量就要跌下去了 這就是 主力大物出貨手法 我都知道 我也知道哪些老師是用 你來 出貨 收你會員錢 還收主力錢 然後等你 拉股票拉到最高點的時候 再收你一次升級 然後再把你殺到斷頭 你聽懂嗎 那種特色就是股票怎麼樣 怎麼樣 量非常小 你懂不懂 好不好 會很奇怪 OK 而且他 而且他就只講那一檔股票 好像只有這一檔股票 可以過日子而已 我不會 你看我有時候講的時候我會分散一些 因為我畢竟會員太多了 我不分散我看我隨便一檔股票都拉動 可能除台積電以外 好不好 真的會員人數太多了 萬潤 350到 今天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這樣子談一談比較好 不然每天給你很賺錢 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 你看今天經過這樣的挑戰 很多人在酸誤我 或很多人講這事之後 你反而更認清楚我了 我不怕比的啦 我怕比我不會丟這 一億多的美債啦 我跟你講 我本來是不是昨天又 賺回250萬嗎 今天又賠了200萬了 現在賠400多萬 我跟你講再疊我還在加碼 這一次我還在加碼 還在加碼一兩千萬 你就再疊再加碼 我沒關係老天要送錢給我我都沒關係 你真的忘記了 那時候 12,629點的時候 所有的分析師 所有的網友 所有PTTD卡的人都在酸我 他們只能酸什麼 郭忠祐你賣在17,18 你忘記19,000多 我又再買一次台灣50 有啊 你忘記我還一筆殘的資金喔 我這個秀的帳戶只是怎麼樣 是讓你看我多厲害的 好不好 我已經講了 我尊重鑄手機關 那我也講了 你查9A 9J 我講那天有買的時候都有幾百在賣盤 以後講賣掉的時候也有幾千在賣盤 OK嗎 這不能造假的 萬論是不是 賺30%是走了 走了 沒有錯吧 沒錯 開心 我要告訴你 我要再給你一個結論 來看一下 我今天趕快快速給你結論 大部分台積電只要跳空大漲對不對 跳空大漲漲5%以上對不對 最後都有機會再拉起來你知道嗎 懂了 大部分都拉起來有沒有看到 有 沒有錯吧 2020年 2020年 最後有拉起來 2020年你看727號不就拉起來嗎 2020年4月17號300一塊 跳空大漲 對不對 漲5%以上 這是現在300塊吧對不對 對 7月的時候已經470了 跳空大漲又個黑K 再盤整休息一下再上 有沒有看到 有 跳空大漲或大漲有沒有看到 怎麼樣 還在漲 有沒有看到 繼續漲 跳空大漲又跳空大漲還在漲 有沒有 這2022年 跳空大漲休息一下 撒去一點點 是不是 可是10日內大部分都是漲的 所以接下來10日內有甜蜜寒血 10日內台股都是漲的 台股 我們統計過台股都漲了 好不好 2020年漲又漲又漲 今年好多次跳空 所以你看一路從600元漲到多少 796 1100啦 1100 對 起漲起來沒 所以台股店只要跳空大漲大部分是利多 OK嗎 OK 跳空大漲黑K 會休息一下 還有機會 所以1100 可能還會再創新高 先給你結論 好不好 這有沒有專業 有 每一次跳空大漲我都有統計出來 這就是專業分析 該跟你做的事情 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很不錯 什麼都講也跟大家交信一下 講我個人的習慣 8 99 這邊 東西來看一下 怎麼樣 每一次的漲幅我剛才都有追蹤 台積電大漲日接下來走勢是怎麼樣 OK嗎 那10日內台股都 扣掉這一天的話 10日內台股累積漲幅大部分都是漲的 應該說100%漲的 如果我剛才數據沒有解讀錯誤的話 我們剛才看的 我們那個 這個研究小組 開的會的決議 決議內容我沒有記錯的話 10日內 台股都是漲的 OK OK嗎 台積電好像還不一定 可是10日內台股都是漲的 OK嗎 所以你要趕快把握住行情 那為什麼有時候 10日內台積電不一定會漲 8、9成都漲 你聽懂嗎 可是最後台股是漲的 反正台股會漲的 台積電漲漲多了以後怎麼樣 給中小型個股休息 給中小型個股噴出去 所以 這個只是告訴你 10日內台積電上升 幾乎歷史經驗是100% 蔡霍 你們覺得很專業 有 學到東西了 有沒有開心 有 來 所以我們今天講很多邏輯 萬倫有沒有看到 賺多少 賣492元 賺了30% 走了 走了 那時候是處置股有沒有知道 沒有量對不對 我趕快趁沒有量的時候 出有量就死定了 是不是 再看一次 6187萬倫 是不是沒有量 沒量的 是不是這邊出 490幾現在多少錢 450 很誇張 來 3324雙紅 這多少錢 740幾啊 是不是今天黑K啦 有沒有可能再做個頭 對 這個我已經不在乎 因為已經賺快50%了 可是常常賣掉以後 就是糕點 萬倫就最明顯 為什麼是糕點 對 粉絲太多 會員太多 你懂不懂 剛才有人講 講到10年前觀眾的事情 你看就知道我多少事情 你看他講10年前喔 不是我會員喔 是我讓他賠錢的事情喔 看了10年啦 你應該開心耶 你看我叫你發抱怨我 你剛才才一個而已啊 可能還有另外一個我沒看到 可是不多人啊 那你看喔 沉默多數是什麼 認同我是可以讓他賺錢的 我開心 開心 我很開心好不好 來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什麼東西 對 反正因為美在 昨天出領事業金 那個比預期好啦 好不好 這個就 就是 跟你講一些數據 看有沒有數據還沒跟你講的 美在的疊我要再買 我再加碼1000萬 好不好 好什麼東西 廣達廣達廣達 最後廣達 感謝廣達 我有沒有說 我說台積電我出了 我換什麼 廣達跟鴻海 拜託如果你覺得台積電我讓你太早出 你不開心了 請你退出我的頻道 去找神棍集團 神棍集團 去找神棍 對去找那些神棍 去找詐騙集團好不好 因為真的 沒有人可以 可以幫你賺錢 我也不需要 這些人 來踏入我的人生 我不缺錢 OK 你要不要參加隨便你的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 你不需要受這個氣 我也不需要受這個氣 好不好 我只中心的 助你離開這個頻道 然後助你賺錢 然後你錯誤的觀念 我也祝福你 趕快離開股市 不然你還是會賠大錢 我是認真講的 就算你美在你賠了你也好不開心 天啊全世界最穩健的東西 你跟我說你不開心 請你退出股市 不然你一輩子不會開心 真的會賠大錢 投資如果愛怪別人 沒有正確的觀念 愛怪別人你會賠大錢 你記得這句話 我是真心跟你講的好不好 只是真心跟你講的 來 管達 你看 239.5 有沒有是基本上最低點 最低好像233是不是 就快備起來了 是不是 233啊 233 你看一下233 我說有沒有說管達有機會拉起來 有 那為什麼管達今天拉洪海沒拉 因為洪海之前漲的比較多啊 休息嘛 就像台積電廠比較多 要開管達了嘛 最低233啦 我買23 這是9月10號 我買239也蠻厲害的 這邊8月多啦 有沒有看到 233有沒有看到 8月5號8月6號買的 有沒有看到 對啊 然後最低233我買239 是不是 漂亮 然後咧 到現在還在續爆 扯不扯 233萬 239萬現在變316萬 你現在310萬變400萬 你3100萬變4000萬 全資股你幹嘛壓 你有100萬叫你全部買 管達你幹嘛買 好 你最後一個問題說 全資股我自己買就好了 賺太慢了 有賺比較慢嗎 不會啊 一堆小型股現在都漲不上去 是不是 我現在管達 我現在一堆續約 就是因為紅海管達 前陣子台積電 為什麼 他們買紅海管達 買的比誰都用力啊 他不是參加好會員 這種全資股他看不上眼啊 對 可是賺31% 比你賺300%還開心 因為你敢用力啊 懂不懂 我知道 我講一個名不見競賺的股票 你有1000萬 你可能只買 50萬而已啊 懂 你展一杯又怎麼樣 賺50萬 對不對 對啊 那是要漲一倍喔 漲100% 對不對 你賺50% 好厲害 買50萬喔 賺25萬 不好意思 買1000萬的管達 敢不完全買 敢 31% 現在賺31% 對不對 對啊31% 賺310萬 比你那個賺一倍的股票強很多了 因為你敢中壓 因為他有名有姓 跟我一樣 你要選一選最紅的股票 要選一選最紅的分析師 紅海 164元怎麼樣 買進 賺26% 開心啦 今天沒時間講的 還有元泰啦 好不好 台達電 沒時間講的 來 這是我股票 元泰注意 所以元泰拉起來 正要也不要想太差 好不好 OK嗎 OK 蠻多股票了 那個 外資期我被軋了 被軋了5000多口 更擔心 再回到2萬4 如果 第四季結束 我跟你講當然預測好不好 還在2萬4以上 前預告 兩個月後的市場 4萬口空灘會再捲土頭二來 好不好 好 所以2萬4 到這邊 看起來有點難 又不會太難 你要找一個最專業的分析師 不論對我有錯 我一切就要前面 你一定要怎麼樣 加入我的LINE 或怎麼樣 這跟大家講 好不好 好 你看 澤澤神幫我常常賺60% 感謝澤 你看 你看是不是 對 是不是 這跟大家講 珠寶店能不能再買 人 可是你要猜對 你不要聽別人亂講 好不好 捨得出手前置股就敢壓身家 OK嗎 剛才都有講過 這跟大家講 自勝謹慎改天要跟你聊 好不好 股票沒有大波動就不講了 好不好 自勝好像一點點 拜託不是會員的人 可能要求不能太多 不好意思 我先講我怎麼加LINE 好不好 我們還是以 就是要閃殺路的 為主 好不好 主要加LINE很簡單 只要點標題 手機拿直的點標題就可以嘛 就連結嘛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 點螢幕任何一個地方拿橫的話就有標題了 點一下 還是有連結LINE連結TG連結 臉書 臉書只要是贊助都是詐騙的 那LINE呢 要有盾牌 盾牌一定是假的 有盾牌以後一定要點照片 照片 不是詐騙 照片你沒有告訴你好好友人數 如果沒有20萬 絕對是假的 其實詐騙其實沒有這麼多好友人數 所以你趕快來臨加群 80668085 或加入LINE私訊我 告訴我這車我有賺錢需求 台積電真的1100元 台積電1100元黑K 期貨多少 9連勝賺1100 我不知道賺多少點的啦 賺好多點 趕快加入行李還有股票管達賺30% 不論多或錯 一切切越高前面 去想看 責安分析師 也預祝各位能賺大錢 謝謝 投資長真的非常的厲害 我們期貨已經9連勝了 總共的累積獲利是1110點 連方向都看對 還不會讓你獲利嗎 趕快加我們行李的電話 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legram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 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 A的帳號 這些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視頻 CAPS P P 柯